我也吃饱了 吃景晨同时放下了筷子 小肚皮都撑了起来 丽北爵优雅地擦拭了一下嘴角 旁边守候的庸人 马上有眼力劲地收拾起了餐桌来 顺便端上了饭后的水果和甜点 吃恩恩是一点都吃不下去了 吃宝贝吃了一块小西瓜后 抬起头跟她说 女人 你不是要和我一起看熊出没吗 我们去我的房间看吧 她好像是答应过的 吃恩恩刚要点头 就听到某人极度不悦的声音 她不会去的 女人答应了我 肯定会去的 对吧 女人 吃宝贝还不忘记拉拢队友 吃恩恩盯着对面甩过来的眼神飞刀 硬着头皮撇开眼 假装是没有看到 对 我会去的 吃宝贝立马没开眼笑 还不忘给上手边的男人一个春风得意的小眼神 巴拉的跳下了椅子 去拉着吃恩恩的手 女人 我吃饱了 我们走吧 今天晚上 你陪我睡好不好 今晚 今晚呢 反正今天她是打算给某人一个教训 正好 吃恩恩刚要答应 对面哗的一声 黑着脸的男人拉开了椅子站了起来 朝着他们走过来 一手抓住了吃恩恩的手腕 一边面无表情地命令道 货义 把小少爷带回卧室 我不走 我要和女人看熊出没 吃宝贝拉着吃恩恩的另外一只手 丽北决懒得跟他争 一个眼神扫过一旁无辜的货义 货义不敢违抗他的命令 强行把闹腾的吃宝贝抱进了卧室 咔嚓关上了门 傭人们有眼力劲地出去了 顺便把玄关的门带上 偌大的客厅转眼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 吃恩恩一点都不害怕 他扭了扭手腕 没有挣脱出来 还淡定地跟他说 丽北决 你这么抓着我 我不舒服 他狠狠地瞪着眼前从容的小女人 气得恨不得掐死他算了 女人果然不能用宠的 转眼他就骑在了他的头上了 连他不高兴了都不害怕 执恩恩真的是不害怕呀 他现在心底彻底地明白了 他有多在乎自己 就算是再生气 都不会罢他怎么样的 大有有恃无恐的感觉 丽北决 你抓着我不舒服 你先松手 我也不舒服 不爽到了极点的口吻 再配合上他不爽地牵制着他手腕的动作 俊脸黑透了 简单粗暴地把他往卧室里拉 一进卧室 他一脚关上了门 不容池恩恩拒绝 打横地把他抱上了床 拉进了怀里 扣得死死的 睡觉 他已经三天没有好好休息了 再加上之前的两天 他现在只想把他抱在怀里好好地睡一觉 奇怪的是 前几天明明吃药都睡不着 这个女人一到怀里 浓浓地睡意马上就袭来了 比最顶级的安眠药还要有用 他闭上眼睛 手臂搭上小女人的腰 软玉温香在怀 他舒展开眉心 放纵自己 炫入了梦乡 头顶很快传来了憨睡声 池恩恩错愕了片刻 想起霍益说的 他和他冷战三天 就有三天没有睡觉的话 放弃了挣扎 悄悄地伸手 抱住了他的腰 也闭上了眼睛 睡之前 他依稀记得 自己好像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忘记说了 但是一时之间又没有想起来 夜色静谧 还很长 清晨的阳光从落地窗照了进来 池恩恩就被脖子上 酥酥麻麻的痒给吵醒了 他以为是蚊子 半梦半醒之间 一巴掌就拍了过去 好吵啊 啪的一声清脆响声 池恩恩一下子惊醒了 睁开眼睛就对上了一双 燃烧着怒火的阴谋 他眨巴了一下眼睛 自动忽略了男人左脸上 微红的巴掌印 闪闪地打招呼 丽北觉 早 他装死装得太明显了 丽北觉咬牙切齿地瞪着他 忽然翻身撑在了他的身上 低头吻住了他的红唇 大清早的 火热的蛇就洗卷了他口腔每一寸领地 惩罚性地吸引到他的蛇根发 某一处清早已经火热地跟他打了招呼 嗯 池恩恩生怕他大清早地受性大发 双手撑在了他的胸口 但是丽北觉是什么人呢 他要是抵抗得住就不是丽北觉了 他强势地加深了这个吻 勾着他的小舌叼进了自己的口中 技巧高超地反复纳取 一个吻 赤恩恩的脸颊飞红 明眸泛起了水雾 这才恋恋不舍地放开了他 真想今天什么都不做 死在你的床上 赤恩恩的耳尖都红了 推开他 你别乱说 明明是他在耍流氓 说得好像是他在勾引他一样 放心 我今天早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 就是想死在你的床上 暂时也做不到 丽北觉顺势让开他 从床上起来 睡眠验足让他的心情不错 勾起脖唇 从衣柜里拿出了一件衬衣 丢在了床上 跟赤恩恩说 今天陪我去公司 我吗 赤恩恩没有想到 他会提这个要求 正了一下 丽北觉心情好 看什么都顺眼 连阳光 现在在他的眼里面 都是七色彩虹 他换上了衬衣 黑毛如墨地眯了一下 修长的手指一边扣着扭扣 一边自然地说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贴身秘书了 赤恩恩睁大了眼睛 秘书 还是贴身秘书 他什么时候答应过了 该死的 这个女人是什么眼神呢 他知不知道外面 有多少人相当他的秘书 他还看不上呢 丽北觉眉头一皱 从衣帽间里 给他挑了一条裙子 丢了过去 快点 早上我有一个会 不能迟到 可是 他根本就没有答应啊 迟到一次 我们晚上就做一次 这个威胁强有力啊 吃恩恩坐了起来 急匆匆地去换衣服 丽北觉好像真的很忙 早餐也是匆匆忙忙地吃了 一路带着他到了公司 一进公司 他整个人的气场都变了 丽总 丽总早 丽总早 每一步都有职员给他们让路问好 迟恩恩感觉到 无数的X光线从他的身上照过 似乎想要从他的脸上得知 他是谁一样 放在以前被这么多人用目光探究 他可能会感觉到不自在 但是经过了这么多事情 他从容多了 也没有那么在乎其他人的眼光了 迟恩恩尽量地跟在了丽北觉的身边 忽略掉四周悄悄打亮他的目光 很快 他们就走进了总裁的专属电梯 电梯门钉的一声关上了 也把那一些探究的目光 关在了外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